王立军闯入美领馆引发的骨牌效应 导致薄熙来下台 周永康失事 骨开来死缓入狱 日前对骨开来的从宽处理 骨开来表示体现出了中共对人生命的尊重 官媒和法院则强调骨开来检举其他人 违纪犯罪线索 为有关案件的查处起到了积极作用 是骨开来被判死缓的原因之一 那么他到底揭露了谁 什么样的重要线索换取了骨开来的死罪 骨开来真的能因为出卖别人而免死吗 请看报道 3月15号薄熙来下台后 骨开来随起锒铛入狱 最后中共以故意杀人罪判骨开来死缓 来了结骨开来案件 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学博士叶克认为 判骨开来故意杀人罪是为了掩盖更大的罪恶 杀害海伍德 这只是一个个体生命而已 他在背后同时跟薄熙来谋反 那么这个事情根本没有说 同时骨开来和薄熙来他们还参与对法兰功 活在起关了还有贩卖尸体 后面两个的罪行其实是比杀害韩与古德 还有严重的罪行没有披露出来 法院陈述骨开来案情时说 骨开来故意杀人应该判处死刑 但因为检举了其他人的违纪犯罪线索 为有关案件的查处起到了积极作用 改为死缓 那么骨开来到底揭露了谁 是什么样的线索 目前颇受外界关注 我认为他很可能是把周永康参与政变的这件事情 布露出来了 骨开来是周永康和薄熙来他们搞政变的一个核心联络人 所以他掌握的机密材料非常多的 这次和为了能够自己逃过这样一个死刑一劫 他就很可能把那些东西抛出去了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波认为 审骨开来是中共想找到薄熙来案的突破口 骨开来为了自身和为他的儿子 也一定会供出薄熙来 华波说 在骨开来案中没有提及薄熙来 是为了给薄熙来单独立案 如果骨开来案 如果要牵涉薄熙来的话 骨开来就是主犯 薄熙来就是从外 骨开来案没有提薄熙来 那贪腐的帽子会扣在薄熙来身上 案件没有提徐明啊 什么马彪啊这些人 但是这些人被严格控制 而且那个多威尔吧 从监布外引渡回来的 那么着会把它引渡回来 其实就是要坐视薄熙来的问题 骨开来是个突破口 骨开来在法庭上表示 叛他辞缓表明了中共对人生命的尊重 特别是对于生命的特别尊重 但华坡认为 中共一直尽力掩盖活摘大陆 反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 我想的骨开来说 尊重生命是非常可笑的 一个草间人命的罪犯 任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 却说出尊重生命的话来 我想非常可笑 对华援助协会 副西丘牧师也认为 骨开来说出这种话 说明太子党们沦为囚犯时 还有自我的优越感 中国公民监政会发起人 郭永峰指出 中共要想表现自己对生命的尊重 要从普通人身上来体现 他质问 为什么杀害暴力城管的小贩 要被判死刑 而杀害外国人的骨开来 可以撕缓 实证评论家李天孝表示 目前中共内部为了掩盖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利用骨开来 已经达到清算薄熙来周永康的目的 但是骨开来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并贩卖师起谋取暴力的滔天大罪 最终也将得到正义的审判